好,等一下,我再掐财,我也卡了一下 美食,为什么左翼也是美食啊,他不会也在吃播吧 他没在吃播,哈喽 哈喽,沈老师 哈喽,左翼老师,怎么这么客气 太久不见了,有点陌生,稍微 你现在在哪儿呀,我在三亚 你在三亚,你在那边拍摄 No,我在度假,哈哈 太爽了,你也太幸福了吧 三亚 三亚是靠南边的那个地方吧,海口是靠北那个地方 我在后海这一块,这边应该是亚又带地青 这个天气现在真的很爽 哈哈,你现在在哪儿 我现在在横店 哇哦 他们说你们那边,你那边冷吗 哦,海口冬天很冷 你是不是听不到我说话 我听得到,我听得到,你听得到我说话吗 听得到,听得到 嗯,他们叫你想救吗 嗯 你告诉我 有误的那个劲还能过去 嗯 真的火,就是被下架了 哈哈哈哈 干嘛提这出啊 哈哈 怎么都提了 对啊 你觉得,我都不知 我觉得当时我们拍那个房 我是没觉得他有那种特别差别 但是不知道为啥还是被下了 我也不觉得小的 因为成绩好像咱俩都没有委屈 对啊 好 我当时挺想不通的 他们跟我睡着屋下架的 我说,我怎么操了 我俩没操啊 是因为太火了吗 然后被同行给挤下去了 哦,他们说那个 因为,可能是因为那个 小舅的那层关系 是不是,就那个不行 小舅 嗯,把油一点点 诶,其实有一部剧就是 诶,我跟那个剧 我阅底有一部 也是类似的 我说这个可能 因为当时不是电视给我发 他说这个,就是很想让你去演 然后我说,哇,这个剧本真的 因为他里面那个男主也是 比较大小舅 我当时就说,这个剧本挺好的 如果男主是3号男的话就完美了 那,诶,那你跟他说 他们为,你不被那个 他们不怕那个又被吓吗 他如果还是那样的内容的话 不不不 其实吧,我跟你说 这种剧情很多很多 但是你被吓就是因为太火了 真的 不是 就是你太火了 被那个打压上去了 嗯 嗯 嗯 那我觉得真的是有点不爽 没事 没事 至少这个剧 得到了很多人认识